如果大家想要趁这段期间 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提升自己的话 其实我们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的电子资源 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因为大家只要轻轻松松待在家里 就可以阅读到电子书 电子杂志 甚至是电子漫画 还有参加我们很多的线上节目 真的是很精彩 也就是说你不用到图书馆去 在家里只要有这个应用程序 就可以借书 那可能要请你来告诉我们 怎么利用这个应用程序来借书 那首先大家就需要先下载这个应用程序 不知道重庆大哥下载过 这个NLV 应用程序吗 我家里很多书记 可是经理这么一说 我不好意思 好我等一下就去下载